口罩国家队又除保 第二大厂静心科技 设私设产线遭搜索 这是我们的疏失啦 试车就是一个错误 我们愿意跟你说的很抱歉 身为口罩国家队第二大厂的静心科技 总座公开道歉 因为他们被查出 涉嫌违法增加生产线 负责人许正丽许盛阳父子 复讯后被依违反钥匙法交保后传 口罩国家队同样公布的 代表政府给进行公司权力上下 表达最大的感激 今年六月副总统赖清德还亲自南下 参访静心科技的工厂 大力称赞并感谢口罩国家队的权力支援 模范的口罩厂现在却被调查局发现 疑似违法私设生产线 制造医用口罩 专案小组查出 业者明知道许可证规范 他们只能在公司登记的 三名区张银街场址 生产医用口罩 但却违法在其他楼层 甚至在左营区等地 增设工厂制造口罩 就怕因此生产出劣质口罩影响防疫 专案小组22日大举出动搜索 查扣口罩生产机台 及熔喷布置部等原料 并传唤公司负责人 许正立许盛瑶道案说明 那我们在四月期 我们在规划进行做新生设置产线 完全没有口罩生产 只我们是坐试车 进行否认私设生产线 变成只是新工厂试车 并没有实际生产半售口罩 但检察官还是认为 设犯药事法 未经核准擅自制造医疗器材罪 分别预议他们30万跟20万元交保 动新闻高雄报导